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是亮仔 众所周知最近中国女主已经完成了东亚杯的一个拉整体的比赛 那么接下来我们在东亚杯这边已经达到了练兵的目的 后续我们将会继续安排一个整体的拉链以及训练 去到美国这边参加一个训练 也是为了提高我们整体的一个状态和实力 接下来去为了备战2023年的世界杯 那么从目前来看对于我们中国女主这些姑娘们而言 其实现在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为了争取能够在世界的舞台当中打出一个漂亮的成绩 让我们中国足球能够站到世界的舞台 让更多的一些年轻的孩子喜欢上足球 将来我们中国女主中国足球才会有未来 而就在最近的晚上八点我们可以了解到 在中国女主这边即将奔赴美国拉链的同时 我们中国女主在国内也传来了一个重磅好消息 对我们中国足球未来的一个发展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从媒体报道的消息来看 那么中国女主也就在最近在他们的官方账号当中发布了一个重要消息 他们提到第二座中国女主主题球场将建在四川梁山的某小学 让这里的女孩能够告别泥地拥有自己的足球场 那么根据媒体的报道 这个目前还在土地当中训练的一个校园女主 接下来将能够站上真正的一个绿荫场 在这样的一个规格的足球场当中去残扬她的梦想 去实现了他们更大的一个理想 所以目前来看随着中国女主关税的这么一个消息之后 对于我们中国女主全体而言 应该都是一个非常激动兴奋的一个消息 因为我们很清楚 其实目前来看的话 我们国内的一个足球环境一直在发展的越来越好 但是在某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区 其实还有很多那些孩子 急需有一个更好的环境提供给他们去踢球 那么从目前来看 我们中国女主其实就在默默的做着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么在整体让我们中国足球发展的越来越好 让更多热爱足球的孩子能够喜欢上足球 能够踢得上足球 所以其实从这样的一个举说当中就能够看得出来 我们整体的一个环境变得越来越好 那么有更多的一些孩子 能够在将来是有希望 能够成为我们中国女主的一个希望之心 所以这一点消息 其实对我们主力而言 这不正是他们一直以来希望能够达到希望去改善的这样一个东西吗 所以说实在 我相信不管是王双还是唐嘉丽这些主力 在看到了这些校园足球场成立之后 应该都会激动落泪 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另外一方面对于我们水性侠指导 也终于是如愿以偿了 一直以来 他致力于我们中国女主的发展 其实他也是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孩子 能够喜欢上足球 他也能够希望从中选拔出更比较多优秀的苗子 因为在此前亚洲威比赛结束之后 水性侠曾经表示 我们中国女主其实在整体的可选拔人员当中是非常涌现的 他打了个比喻 如果说日本以及韩国 他们可能在全国当中能够选出国家队队伍的一些成员 可能有四五百人 那我们只有一两百人 所以这样的一个差距其实真的是挺大的 他需要我们在各个阶层 不断的去培养更加多年轻的一些优秀的孩子 去完善各方面的一些足球设施 将来我们才能够通过一层一层的源源不断给中国女主输送更多人才 那么我们才能够通过这些人才选拔出更加优秀的一些核心 来帮助中国女主在世界的舞台当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这一点最终才能够实现我们中国足球重回世界巅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辉煌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期待着后续在我们足球 以及中国女主的一个努力之下 能够有更多这样的一个足球场出现 来帮助更多喜欢足球的孩子 有更多的一个场地给他们去信念实现梦想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